众所周知 原神纳塔5.1版本的前瞻直播已经公布 除了新五星角色西诺宁的登场外 有关5.1版本卡池复刻角色的安排也终于确定 根据5.1版本前瞻直播的内容 上半卡池将迎来西诺宁和千枝 而下半卡池则是纳西达和胡桃 可谓非常引人期待 本期将关注后续卡池角色的登场等相关消息 一起来看看吧 根据最新网传消息 关于5.2版本卡池角色的安排如下 新五星角色为风系角色恰斯卡 此前提到的欧洛伦 据说是一位四星雷系弓箭专属辅助角色 有望在5.2卡池中作为新四星角色亮相 但尚未确定 至于5.2版本卡池中的复刻角色 游浪者、温迪和仆仁有较高的复刻概率 这一消息相对可信度较高 综合看来 钟离在5.2卡池中延期的可能性较大 而说起后续5.3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 也是很多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 就目前的消息来看 5.3卡池会有两位新五星角色登场 分别是之前提到的火神马威卡、希特拉利 其中火神的定位类似于五星卡奇纳 希特拉利是五星兵戏法器少女 同时作为5.3版本的海灯姐 还会有第二期混池的开放 总的来说还是非常像的 在5.1版本的前瞻直播中 除了火神马威卡、队长、欧洛伦等角色的登场外 之前提到的粉毛兵法少女希特拉利的更多时机形象 也随之亮相 不多废话 具体内容 大家可以直接查看相关图像 整体来看 这些新角色的形象 还是相当令人期待的 所以 各位旅行者们 是不是也都对这些新内容充满期待呢? 在原神5.1前瞻直播结束后 许多玩家开始考虑 如何规划抽取5.1和随后的5.2卡池 可以说 5.1卡池的安排已经确定 因此 抽取意愿并没有太大争议 至于5.2版本中的复刻角色 尚未最终确定 但大致角色 已经被猜测出来 让我们一起看看 如何在这两个卡池中进行抽取 5.1版本中的希诺宁 给玩家带来了非常超模的感觉 但要解锁二命后 才能真正展现超模的风采 复刻的纳西达 对新玩家来说 仍然是一个很值得入手的选择 至于千枝和胡桃 则取决于个人喜好 关于5.2版本中的大西恰斯卡 可以说 其实力再次经历了一次反转 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技能信息 但早期提到他具有染色输出能力 另一方面 在5.1前瞻中 欧洛伦也亮相了 这一角色显得比较神秘 据说是一位四星辅助角色 能够与奈塔角色进行联动 其实力也相当不俗 此外 欧洛伦的神之眼是银色的 目前唯一拥有银色神之眼的角色 是智东人 这和之前的猜测相吻合 5.2版本将由雪山地区的出现 与智东相关联 今日上线我玩家在邮件中 就看到郑宋的跟随宠物 本次宠物外观就是一条小龙 不知道和火龙王有何关联 但是动作比以往宋的跟随宠物相比 多了不少 另外就是 神里凌华全新联动来了 虽然之前提到过 在昨天官方在前瞻直播结束后 又提及了此事 之前神里凌华和神里凌人联动的皮肤 就很好看 就是希望宾夕角色能加强一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